好了,下一套就是警戒線上的開難心志 怎樣啊? 因為兩個名字共通的,兩個人都可以 如果家庭平時有什麼正常的? 不知道為什麼這套是很少人看的,或者很多人會剪掉的 因為它一開譜的處理手法實在太難頂了,大部分人覺得 因為這班原作問題也是原作太多專業的問題 你說吧,原作是更加難頂 本來我看了四集的,然後我剪掉的 有些人說好看的,我就追上去 因為它怎樣說呢? 前半天都是世界觀的,你完全不像學生的事呢? 我想它比所謂的世界觀 但我感覺上,我看完十二集 感覺上它前的東西其實不是很多東西都有用 它會不會濃縮一點會好一點? 其實就好像剛才我們之前錄了便當 其實有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大家有看的就會知道 它前幾集其實是為了一個大Event Polo 簡單來說就是由不同的人角度 因為其實大家會看到就是 它一開始,後幾集 每集都是用不同的人去做方法 有三個時間和地鐵都不同 對,它是那個時間性不同 所以它經常在那邊說 有集可能是本多二代的角度 有集不同的人 它一開始是廣電地 但是全部的共通點呢 都會在三河 即是阿德川郊康 你當那個是阿平原公 你當那個是阿平原公 他在自爆之前 其實我不太太明白他為什麼要自爆 你先不要理他 其實他全部都是說那些東西 當然第一集 我們可能新頒介紹的人已經說過 頭兩集全部都在說世界觀的東西 或者是很多名詞 看到那些人在對老師對抗賽 問題就來了 站在一個 大家都說過 阿川上的東西是很大 世界觀設定 本東西厚到整個磚 在我那邊都看過 你這裏有九本或七本 他一本可以有成千頁 即是整本字典 大家會想到 第一 他的寫法其實 我個人覺得是挺沉 很多好設定的 會插入進去 我們先講好 第二 他怎麼說 他也是這個問題 始終都是他插入的方法 我覺得是不太太 很簡單 大家先講完 首先 問題就是 究竟有沒有需要前面幾集這樣做 這個我覺得是未必一定要的 為什麼 我也覺得未必一定要 因為 你就算去到這集 講到最後面 大家看到的國家 只有KPA 和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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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才出職 和日本 其實在最後才出職 基本上 他整個世界觀 其他的事 基本上 你沒有什麼 說到什麼 最多是解釋 聖譜是什麼 就是Tesamen 究竟是是什麼 歷史在現是什麼 其實這個可以說,某程度上,我們將第一、二集那些歌詞講課,或者講背景後面的資料,第二集有個問題的嘛,你講整個世界怎樣怎樣怎樣 那一刻,如果只講那個拍,已經足夠了,因為其實他就算是動畫去做,他也是沒有照回他小說原作那種極大量的世界觀設定策略那種方法,他也是刪減了很多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做,前面那三集為什麼要用這個方法這麼好的呢? 他已經刪減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就算跟別人說,哪一集最好看呢?就是東國最強,本多中聖,大叔,對西國最強,納花中謀 那這集為什麼好看呢?大家想到就是第一陣新戰,長兵器對短兵器,都算短兵器那一塊東西 就是大序武裝對神格武裝,簡單說可以說是G級對常委,或者叫做A級對B級的寶具 但B級的寶具,怎樣打贏A級的寶具就是好看的地方,或者是老將怎樣對他少年 也帶出到事件的最重心,可以說是事件的起末,就是重平弓玩自爆,三河毀滅那樣東西 剛才有馬說到我很不滿的位置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原作就會知道那個打,有一個位置就是立花,踩了上去本多的湯波奇 即是那把槍中,踩了上去,但是立花的稱號就是神速,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是很快的,他有一個加速的熟識 然後他踩在那個槍那裡,原作的那個位置,然後有幾段的東西就突然湧出來了 就是,立花中後的加速方法有三種,第一種,透過自體,身體的………然後就在那裡講,為什麼在那裡講那麼大的東西? 然後講到其中一種就是,每一個術式,一個展示就加速一倍,越術式越多,展示速度越快 但是相對然會對身體造成不同的負荷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在那個位置,他說弄那隻腳,他飛過去本多那把槍那陣子,爐角那下位,為什麼會顯示他的腳會拉傷了肌肉呢?拉斷了肌肉,就是那個位置來的 那你想想,當有兩個人,一個踩了上一個人那把劍尖,就是這些武俠片的正常那些,那些定格位來的嘛,定格位之後應該繼續打的嘛,突然間變成這個人的武功心法 我看到他做什麼啊? 你真的突然間望平奇妙了,令到你是從那個戰鬥感突然間抽離了,去回去的世界觀設定,跟你說人物設定那個保護員那裡,其實是很奇怪的 但是他之後那一集,說到說,好了,立花輸了,然後他被人抓了回去療藥,在那裡被人抓了回去,就是他老婆那裡 其實他原作那裡,那裡差不多整個短節來的,為什麼這樣說呢?他們是在一個床上,病床,在那裡討論世界大局 他們說,啊,我們三星西班牙,藍隊兵力現在還有很多,我們可不可以打到什麼鬼啊? 就是又是拋回那個設定的 但是那邊那邊呢,積田又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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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又怎樣怎樣怎樣 在那裡跟你說說世界大局 在那裡想說,嘩,死火了,你照搬回來,說十分鐘也有了 最恐怖的是,你那天之後,我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我忘了再添死了 對啊,你看到在那裡啦 但是他動畫呢,他就剁了很多這些位置 就是大家,你不要看見本蚊喜歡打啊,那邊突然在說什麼加速設定啊 或者他打完之後兩夫妻,再說世界大局 就是這些東西,是沒有了的 你一刀刺出去,可以不需要跟蹤嗎? 就 wiem,不用你什麼,抓傷機,有什麼加速配色 沒錯,那問題又來了 究竟他前面鋪世界觀那堆東西,也不是一個複雜 我不會否認,他前面有不同的人,三河不同的住民,去出發去說,譬如說他背後之道,主角Tolly和Horizon之前那些東西,或者他學校的總長年那些東西,有些東西說一下,或者帶出一些角色,但是說他需不需要用到一個這麼難入口,這麼難令人明白,這麼好強調這些東西呢? 還有就算有一點就是,大家會看到他們在大戰之前那一場,剛才我們在說的那場《本多雷納花》,之前有《重平四天王》有出一些人出來的,其實是說有一個不見了的嘛,大家知道他做什麼呢?其實他是被人公主引了的,公主引,說他完全沒有提過的動畫,是沒有提過的動畫,就是他問題是什麼呢,原作他是一個設定狂,這個我不管,但是如果他裡面用到的設定,你可以說出來,也應該要說出來,但是有時候那些東西呢, 是他沒有解過,你又不知道做什麼,但是原來呢,他是被人公主引了的 是的,就是他四天王,為什麼只有三個人在那裡,因為有一個原來被人公主引了 然後後來那個眼鏡又是不見了的嘛,又是只有二條紋,又是公主引了的嘛 那那個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之前那個,去了哪裡呢?其實他有些東西是解得不清楚的 反而他有顯示出來,選了出來做動畫章節的東西,他又不是全部解釋的 但是有些沒有說的東西,不知道為什麼他又走了去說 然後用一個你不會明白的方法去解釋給你看 應該說他選材不好 是的,當然啦,你說他原作的設定狂,如果是去到這麼龐大的話 這些問題就,我覺得就難以避免的,但是整體而言呢,他的優點其實可以彌補到的,在某程度上 當然啦,你要撇除了頭四集的,不知道他講什麼啦,前提提 因為你說他去到後面的部分,無論你說他的大戰,拯救Horizon,王子救公主啦,這些部分 我其實明白為什麼,那些人覺得後半段會好看一點,因為他的主題統一 是的,你明確知道他做什麼嘛 是的,明確知道他做什麼,你就覺得都OK喔 有些人也都反過來,可能很喜歡說是雙對那集,即是三對三那集 即是你會見到,論戰那集 是的,銀狼,對銀狼對誰,忘記對誰 銀狼對他的姐姐,銀狼對他的姐姐 銀狼對SUSUS,即是阿曼那個 跟著阿直正對回界,四郎、四郎 那幾個位,你會顯示到他作品的設定,或者其他東西 即是術式呀,契約呀,那些相關的東西 即是他設定融入了一些好看的東西,反而就容易吸收 你也都不會那麼難明白,如果不是他一開始跟你說什麼聖譜呀,歷史再現呀,什麼什麼毀滅呀,什麼極東呀 那些東西一開始就有混亂,你說什麼 人家都沒有一個想法,你不斷拋一些名詞出來,我也不知道你的名詞 你還要說,那個世界是一個幻想的世界,你不是建基於現實的世界 你拋一堆名詞,京都是不是我們所認識的,我們都不知道 即是他說什麼本當什麼,很多戰國名詞,但問題是跟他們認識的兩樣東西 即是可能會有混亂,所以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頭四集我真的頂不住,所以就停不住 但去到後面,大家就會抓住究竟他是發生什麼事 抓住究竟發生什麼事,都是建立在同一個拯救 拯救女主角的原點方面 但他講到後面有些什麼,譬如說夢長,你碰到就會死 他又不是說碰到你會死,他說碰到他之前那一集說過 碰到你會直接面對你內心的黑暗,就是什麼 即是簡單說你會被你內心的黑暗吞死,然後你會死 所以他會這樣,所以他會這樣 所以那裡也是有點不明白 如果他們用了一個這樣的相對,或者是兩個坦誠這樣做 或者他們沒有這件事,那就沒事了 還有他後面有男主角跟女主角有對話 即是隔著那個會死的場 說反話嘛,簡單說的 但我講什麼地平線那些,我其實不太太明白 其實這個好像是他設定上的事情 因為他要基於自動人形的設定 他自動人形的設定,我不知道我可以這樣說 基本上他是絕對理性的 而且他現在是反駁著Torri說的那些事情 所以他就要怎樣把他 即是他一開始就說自動人形是絕對理性的 那怎樣可以呢?就是他們兩個是互相說相反的事情 一開始見到Torri是說不定的 然後後來怎樣可以 Torri說了一句話,然後Horizon就會說相反的事情 然後Torri就要讓他說相反的一句話 是符合到他們那邊的那個 即是說我會跟你啊,你是對的,我是廢柴你的 然後他說不是,你什麼都做到 即是他要反過來你說這些 即是他是那種相反的trick 當然啦,你明白他在做什麼 或者你覺得他怎樣由一個不夠人說 然後這樣反過來引到他說回一句話 即是你用策略性的 對,令他找回他本身是人 但他沒有了那些情感,怎樣做出這些事情 但後來我也不知道Torri究竟是一個蠢才或者天才 其實我也很難回答你 我只可以說他是一個喜歡拿著HGAME的裸男人 裸男人 算得覆山來的,都是變態的 對,絕對是不知如何評論這個人 我感覺上他有點類似 如果有看風神演義的太公王那種情況 嘩,太公王那樣的樣子 他的戰鬥力未必是最強的 但他會是一個好的統率人 太公王打到,這個打不到 對,這個就是有一個分別 有黃恆棋打神鞭,很多東西 還沒有死不獎 但他那個論戰那裡,他最後就是對著 他這個是插蘇人 對著那個副班長 對著那個副班長 你覺得誰對誰 最後 Torri對那個女主角 聖純 地平線 他出了一個策略就是說 他站在說,不如不要救我 那男人 很搞笑 大家都猜到他會 要救火 這個論點出發 你一定是正方的 但現在調成反方 當然就變成正方不利 如果他認同了 Torri說的話 即是變成他自己 可能真的是蠢才 你完全想不到怎樣救我 那就要靜純出頭 其實這個就算是 挺有趣的地方 其實這個就算是 辯論上的規矩 你通常都是反方著數 先攻的 對 即是你後擊那個是好的 但他反過來 他扔了一個球給你 所以開始 令到對家這樣搞快 就來一陣氣了 即是打亂了他 而且本來你要知道他的定位 其實精神 尾隊都說不想去救 即是他有個私人 他本來想去救 但他可能站在他職務 或者是立場 即是他受了很多東西限制 如果救了你三河 即是你的船就會沒有補救 會餓死那些人 很多問題都會有 不過我都看得出來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三河要爆炸 這個我都不知道 就是說 我看不懂 等於我的口頭 這樣不好玩 不用死 自爆死 這麼悶找些東西來搞一下 袁信公 重兵公 不知道 總之那個大叔 找事做的大叔 那幾好玩 幾好玩 自爆 那不是的 因為他不做這件事 你就不會演變到後面的劇情出來 是啊 好像就是 弄了一個爛灘子出來 然後被學生去收拾爛灘子 原來本多大叔都不見了 不過奇怪的是 為什麼學生不厲害呢 那些老師完全都搞定了 他去到後面好像更過份的 那些學生這麼厲害 不用打 他老師也很厲害 亞馬遜女志士 不知道 總之 大三嗎大老 你要知道校長 學員長 這個 酒井中刺是很厲害的 就是證史也好 或者是他裡面的設定也好 總之他又沒有講到這方面的設定 他當然也很厲害 你有沒有留意到他們打槍 打槍那時候的那些很好白昭膠 那些場面 很簡單 我們買車的圖像 你說西班牙陣式說要守 方陣 對 但你看看他們的銅牌 十字型 但其實都是正方形 拍攝可以沒有洞 他十字型有洞 這個不是交的問題 你看到學生 不是喔 十字型是十字型的 你看到近鏡 十字型沒有問題 他有用槍 四個角有槍 後面的學生打的時候 只有一隻拳勾進去 裡面會打到 但他們會打槍十字 他們不會懂得勾拳 去空位打進去 這個不交的問題 最第二個交的是 開炮打他們 然後有個女的 拿一個超重型裝甲 頂著炮 沒有事 那邊是開炮 那邊是鐵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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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鐵甲出來 那邊是鐵甲 那邊是鐵甲 然後最交的問題 整班蠢才就是 向著鐵甲打 不懂左右射 就是 厲害 你不用再衍前面 才不是我們去隔壁 隔壁就快要衍上 然後射回旁邊 那邊都是困蟲 他會拿著盾 全部都躲在後面 不是 那個意思是 對面的陣型已經建立 盾擺在前面 為甚麼你不搖到 射回後面 那樣 搖到先的問題 你看到後面 是搖是躲是動的 但問題 大家也都會整個方形 大家聽過肥仔之前 知道發生甚麼事 我聽過肥仔之戰 肥仔之戰 西班牙方圍,你整個方形,西班牙方圍,一退後就出事人,咬人又出事的啦,趙退後,很神奇,又沒有事,肥水有方陣嗎? 不是,肥水之戰,阿扶堅退後,退後部出事,就落了整個方陣, 方陣是一樣的,他們整個方圍,後面的人退後 你應該是說好像馬其頓方陣慘敗給那些將兵,還是那些? 為什麼突然說中國的戰爭,你又說方陣? 陣營,當你的陣營總會有些弱點出來,如果你做了弱點,就死了 不過眾神其實是空戰,派一部機出來打彈之後就沒有了 他明明都有三隻藍,為什麼只派一隻? 三和之前,他們派三部機出來打一個女僕,但後面都打了六個 魔女那隻派一部機,什麼激罪就不派一部 可能之前已經被女僕搞掉了 沒有錢啊,他們一部機,有沒有搞到三部,扭下一部機?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說她那個解,可以說很難解 因為他們兩夫妻打完之後,在推論世界大局的時候 我們的兵力是不足夠抵擋到英國那邊,他們有說過 但當然,我現在不會有個實數給你,但其實他們殘留兵力是不多的 西班牙說到動畫尾的時候,他們全軍攻擊 那那個不是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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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運動隊的 是前進步 做什麼啊? 好笑啊! 魔球啊! 我當作主角那班就是日本人 日本打完意大利之後,就是西班牙特集 現在就是這樣 我了解到的就是這麼多 西班牙特集,你也可以這麼說 我不知道啊 因為難聽說都是日本本島裡面的事 西班牙特集,就是沙摩那邊左右 好像現在去到什麼年度 他就是戰國那個時代 八國聯軍已經住了日本 他有個青的,武田也是青的 上次就是俄羅斯 還有一個印度聯軍 但他動畫沒說,我們又很難知道 他那些世界觀是很大,很奇怪 反而喜歡這條漫畫的世界觀 解釋得好過動畫版 他懂得到漫畫有圖有表有時間 動畫怎麼做個表給你 教書給你 給個圖都看一下都可以 你說過世界地圖 現在世界地圖的樣子都可以 漫畫都有了 現在搞到就很不清楚 哪裏是日本 哪裏是意大利 哪裏是西班牙 我們又不知道 現在日本的大陸 大概好像日本的大陸 分成一個不同的國家 分成一個不同的地理 中國在這個位置 日本這個位置 英國阿俄羅斯分成這個位置 搞什麼漫畫 請問動畫哪裏有看得到這些東西 是沒有動畫 最大問題是這件事 我覺得這是很基本的 他跟著下季應該會去英國 會去英國 他現在去英國 當然西班牙現在截敬 發生什麼事都可以 還有積田那邊又亂入 但去英國又是不知做什麼 他是不是回收那些什麼武裝 八大龍行 八大龍行 八個大罪武裝 現在一件都已經拿到 可能打七櫃 每櫃都拿到一件 加上八櫃 他小說好後 然後完順功又不知 無緣無故弄多一件 第九件 他差不多一萬頁 他真的為了好玩 對 剛才我說了我的節目 OK 好玩就可以了 沒什麼理由 你看到他說什麼 超有罪 超有罪 就是超有罪所以就做 很簡單 這件事 如果這個故事 不是一個這麼有趣的人 搞這些東西出來 整個故事 就可以拜拜 嗯 是的 但整體來說 他的作畫很穩定 但如果說到這套好不好看呢 就 見人見智 見人見智 後半段 如果有同一主題的話 就好一點 後半段 其實大家當成Tolly 我女朋友被捕了 現在夠條去 整班衝 很簡單故事 但只不過是好一點 味道很精彩 可以一體 第二季就4月 第二季就4月 第二季就被田英姆 又對回菲斯 我又覺得 第二季都應該做不完 如果他這麼長篇 但做到多少季 這麼厚 他現在只做了第一卷的上下 應該是 他好像有六七卷 現在這裡大概做了一千頁 我們大概六千頁 但他快來差不多一萬 他好像有七千九幾 七千九左右 因為他最後一集就說到 Tolly不是說 有英國什麼鬼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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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讀快點名字 基本上他已經在報復不日 有這些東西 清明無言 是啊 他講到這麼多東西 裡面這套動畫 講的東西 只不過是西班牙 意大利 最主要是意大利 西班牙又立了些 然後英國會 後面會出了少少 他還有很多還沒出的 無理無田上參 所以他做了第一季 他講的東西 出了這麼少的時候 那第二季應該做不完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算都是那一句 當是小說版的廣告 你也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好像講客了 如果你不看小說 就會看 但沒有看小說 就會不會看 當然 另外一件值得提 最後補充 就是 他小說的人設 是幾令人難接受的 你意思是 好看喔 你不要講客人 你意思是人體的比例 人體比例 好恐怖 大家找到他封面 就會明白 如果大家心血少一點 或者覺得 新年流流 不想看這些東西 就遲些才能看 講開又講 我其實是不能說 無女射箭 他的空那麼大 你怎麼射? 哈!哈!哈! 你有沒有搞錯? 你有沒有看什麼? 沒有啊 如果你學過戰術 才有這樣射 他的空應該會 他應該算了 他一定會這樣大 他一定會這樣抓不到 有射箭的人應該會明白,其實弦應該在那個位附近 是弦的,弦會挖著胸,然後拉到後面才拉到弓 對,應該是有點不合理的,不過我們不要理 算了,他用術式而已,你不要深入這些 你要再過份一點,我跟你說,那些很小 你看原作那些,很大人害怕啊,大哥 那些書包來的,很大人害怕,背著兩個書包在前面 好像那些backpacker,自由行女行的那些鬼佬 背著兩個書包在前面,很大人害怕啊,大家看過Lemon 算了我們一下到了,Lemon 算了我們一下到了,Lemon 算了我們一下到了,Lemon